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提到新北市的乌来区 你脑海当中浮现的 除了温泉 老街 瀑布 还有哪些影响呢 其实乌来是新北市境内 唯一的原乡部落 也有着相当丰富的 泰雅文化历史 过去许多因为风灾 被迫离开家乡 在都市打拼的泰雅族人 多年后都不约而同 陆续回到部落创业奋斗 不管是走入山林的狩猎学堂 或是与传统织布文化 紧密结合的咖啡厅 他们在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上 努力维持生计的同时 也致力传承 期待家乡变得更好 跟着返乡青年的脚步 深入乌来 一起感受泰雅文化的魅力 就是不习惯外面的生活 还是习惯山上的生活比较自由 在部落做生意 你一定要以整个部落的三连 还有部落的人群为第一考量 在织布的时候 绝对沉淀很多东西 慢慢慢慢去吃 可能又 他的情感在这当中 博士太阳就是 一份那种喜爱自己的文化 就这样传承下去 你看现在又不同的鸟在叫了 有时候有千色水冬 紫啸冬 台湾蓝雀 反正有很多种鸟类 在陪我们在山上 所以有时候在山上 其实你看起来像一个人 其实不无聊 总是起个大早 在各种鸟鸣的陪伴下 亲手制作餐具 他是乌雷大统山泰雅艺术馆的创办人 现年35岁的田园 原本是在乌雷老家 经营景观咖啡厅 但2015年的苏迪勒风灾 让他不得不离开首席的部落 其实后来在风灾之后 其实就是乌雷的产业很惨 我那时候是第二度被 被踢出去都市生活 那在外面生活就可以更想象 其实就会更想象 就有点像那个鲑鱼 想要绑架的那种 原来那些鱼被冲下来 会想要绑架的那种思维 就一直会在脑内 那些很像说为什么要绑回去 就是会有那样子的想法 今天采用的这个餐具 我就用这个叫做 原住民叫阿里达干 国语叫做绿竹 就是无法忘怀部落的生活 如今再次回到山林 究竟要如何在家乡生存 他开始有了更多想法 那这一次的第二次返乡 又更重视到这个生态 跟泰雅族的这个过去的文化知识 还有这些生活的技能技巧 甚至不管是家族的长辈 所留下来的这些故事 都会去盘点 所以其实回到山上 就慢慢会有一些很多的思维 跟富裕有关 房灾有关 那不单纯只是一个文化观光而已 它有更多的教育内涵在里面 来到新北市乌来区的大统山泰雅艺术馆 或许你会有些疑问 所谓的艺术馆 那展间跟展品在哪里呢 其实整片山林 就是最好的文化展颜场域 这一棵叫乌旧 这一排叫小叶翅南 那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这个水柱嘛 水柱 你不怕的话你摘一个红色的吃 好 可以再摘一次 对 很甜 有耶 很甜 很甜啊 刚摘下来的果实 有着独特新鲜口感 而山泰鞭随手摘来的桂竹蒜 也散发着刚出土的清香 来 拿一下 哇塞 是个宝贝耶 大家现在抢着这个 抢着这个 抢着药呢 继续迈不向前 田园带我们 进入他祖父祖母 过往狩猎 栽种 作物的土地 浩巴 大支 我都比赌 下来 没有 滑 滑 滑 不滑 滑 滑 後來發現這邊的蜜猴會開始偷刀偷捏具 我們就 你也知道那個蜜猴啊 也會講國語的啊 我們才開始有買鎖 不然我們以前是不鎖的吧 因為裡面工具太多了 他們也不是偷啦 只是先借後獎 被發現的時候獎 光這一面的捏具就好幾種 不管是現在法律上禁用的 或者是什麼的 但是我們也已經都沒有在用了 但是就變成這道牆 是做一個變遷上的一個教材 踏板 一排排的獵具 是父親傳承下來的寶貴經驗 過去在獵場當中合法使用的陷阱 如今成了在自家土地上的知識寶庫 好 其實陷阱 陷阱很多很多很多樣式 但是原地大同小異 你注意哦 我這個這一根嘛 有一個長 長的在下 短的在上 這邊有一根 這樣是不是卡住了 記得坐不要在那邊啊 你要朝車面 保護這個下面不要讓它點 把它弄得很像很自然 所以動物牠看到這根 牠就會要跨這一根竹子 就跨 就被拆住了 不管是設置陷阱 還是模擬使用傳統弓箭狩獵 田園用輕鬆又幽默的方式 訴說自家的狩獵故事 也分享了牠心心念念 想幫助部落振興經濟的計畫 不夠飽 對 不要去破壞掉這個平衡 就是你賺錢啊 跟生活負擔的 以及這個部落的這些資源分配 等等這幾個面向 你只要去考量到 到一個均衡的話 你在部落裡面的試驗 你才能夠做得長久 也可以做得好 在部落做生意 你一定要以部落 整個部落的山林 還有部落的人群 為第一考量 為什麼傳承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你必須要傳承 你就必須要保護這個生態的持續性 這些生態持續的概念 或者你要它每年都要有 因為我孩子要一直在這邊生存啊 維持生計 以為部落文化盡一分力 這家屋來瀑布咖啡廳的老闆 這家屋來瀑布咖啡廳的老闆 也為了這個理想 持續努力 兩百四十五六 兩十塊錢 謝謝 謝謝 你好可愛 現年三十六歲的高玉梅 在經營咖啡廳的同時 也有著泰雅之女的身份 中學時期 總是一股腦的想到外地生活 在真正離家之後 才發現自己有多離不開 假鄉的部落 小時候就跟我媽說媽我十八歲就要離開家 然後我媽就想說你這小小年紀 一直說你十八歲到離開還是要去哪這樣 然後他們就覺得當玩笑話這樣 大學就考超遠考到台南去 所以我當然覺得就在台南生活 然後也是住在外面啊 然後那時候真的是很想回來耶 就是在南部生活的時候 你好 老師 放上下一個 就是冰箱 就擺 然後早期呢 這個咖啡廳是從我姊姊開始做的 我不是去學專業的 但是我就是 從那個時候也是有老師來教她 然後姊姊在教我 對 然後 中間那一段店就是 是爸爸做的 爸爸經營 然後到我回來之後 再慢慢重新的去調整菜單什麼的 你可以勾東西啊 好 在裝飾的時候 還可以缺少一個勾的地方 如果你真的織布 然後要可以跟產業搭上關係 就要想辦法做些什麼 讓它可以維持就是生技 或者是經濟上面 來 維持扭巴 隨著生意逐漸步上軌道 高玉梅心中的織布魂 也跟著蓬勃蒙發 它為什麼會搭氣 對 它會 因為那個很細根 在母親的協助指點下 店內出了咖啡研磨的聲音 也開始伴隨織布機運作的聲響 不要太緊 不要太緊 你看 不要太緊 好 再打個點點一下 已經66歲的周曉雲 一頭栽進了 泰雅之部的世界 專焉已經30多年 她不只是推動 烏來織女文化復興的 重要先驅之一 也為烏來認證 找回了失落多年的 獨特驅齒群之文 更進一步帶領 部落年輕女性 加入泰雅織女行列 她開始在學並沒有說 因為我會 因為支部我賺錢 沒有那個想法 只有想說 老人都還在嘛 跟著老人學 我們以前為什麼會跑到花蓮 南投 我們幾乎就是 尋遍了整個名師這樣學起來 所以想想 雖然累 我覺得 最起碼我們已經讓 這個 氛圍還是支部的那種 開心 已經讓 讓我們這些年輕人也看到 再拉上去 好 她就是這樣 小時候 我們在很多老街看到那些部 大部分都是工廠出來的 那可是 人家只是為了買紀念 對 她就被框框起來了 你會贏的那種就是泰雅珠 其實這個有點可怕 這件事情是我覺得 這可怕的是不是 就是 你今天拿一個 就是可能不是真的我們傳統的故事 因為都是改良的 比如說像背心或什麼 然後甚至連布都不是直的 但她帶回去說 這是泰雅珠 然後可能她去跟人家分享 說這也是泰雅珠 那就很可怕了 對 久了她就真的變泰雅珠 我是希望是說 她們能夠喜歡 就自己的文化 我是泰雅珠 我愛我的文化 那我必須要 也沒有強迫了 真的 這個年代不可能強迫 也對提嘛 我還有一份那種喜愛自己的文化 就這樣傳承下去 努力傳承文化的精神 當然讓人相當敬佩 不過對於有些 曾經在外闖蕩打拼的泰雅族人們來說 想回到山林 想回到部落生活的原因 其實相當簡單 就是不習慣外面的生活 對呀 還是習慣山上的生活 比較自由 你在外面的模式 跟在山上的模式不一樣 所以很多瑣碎的事情 或者是遇到工作上的問題 沒有可以傾訴的朋友 和多數原鄉部落的青年一樣 卓懷恩和林詩倩這對夫妻 都曾經離家到異地打拼 無法適應都市忙碌又緊湊的生活 於是他們又回到部落經營小本生意 我們都用這個皮來燜 所以會更香 炸無情食 搭配當地現菜 免費贈送的燉煮柜竹筍 簡單的料理 盛裝著滿滿的人情味 餐桌一百 半燈一拉 這間山林小店 成了部落中熱鬧的嘉年華會所 就是能聚集我們部落的青年 常常聚在一起 對 我覺得說這個意義滿大 因為我還沒開店以前 他們都是在下面的廣場 在那邊喝酒 站著喝酒聊天 也沒有什麼吃的可以配 那我後來才想到說 那我來開這家店 有跟他們就是 就說我有開囉 然後他們就很開心的說 終於有地方可以坐下來聊天啊 終於有地方可以歡樂 山林懷抱總是溫暖 始終熱情敞開雙臂 迎接鄉為鄉的族人 他們在自家土地打拼 積積營營認真生活的同時 也積極努力傳承泰亞文化 為原鄉部落原有的美麗 打開了另一天展現事業